Luncia 大型科技 大型科技 今天来到这里 是大圆板 我们后面有很多豪宅 為什麼要來這裡呢? 主要是因為在新北市政府的建案那邊 他們其實都有所謂的公共空間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以使用 一般民眾會認為進去這個地方是為他恐懼的 所以像我們之前做廠刊的時候 就有發現警衛問一下這個是公共空間嗎? 他們說是 那如果說是的話 那一般民眾就可以任意使用 所以他們也開放我們任意使用 那我們今天就找了一群人來 在他們的公共空間裡面 有沙發、有椅子 然後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盡情的 做我們在公共空間可以做的事情 上個禮拜吧 就是有一個新聞說有一名 就是部 阿伯 對有個阿伯 他就是在豪宅的大廳 吃便當、騎腳踏車、騎腳踏車、騎腳踏車 然後 三立下的標題是 竟然無法可管 就是他們其實預設 雖然這個 那塊空間是 在法律上叫做開放空間 所以這個開放空間是為了 讓他們可以換取更多的容積 所以他照理來講 應該要回歸他的這個公共的性質 雖然法律上都是這樣定 可是大家還是會覺得 那是 那是那一棟建築 那個民宅的空間 所以我們不能任意的使用 那 基於我們想要打破一般民眾 這樣子錯誤的認知 所以今天想說 我們就到這個 法定的開放空間來進行 就是在開放空間可以做公共的動作 對 除了二三樓是文化區的空間以外 其他的話 也是算內部比較大加 因為這是速度 這一段 全國的文化區的展覽環境 對 可是希望他們還是不要影響到 他們其他人的住戶 這樣子 那我們就已經歡迎大家來解決 因為這個地方頂多了 完全不讓人家來參觀一下 因為室友空間有室友空間 你看這個門裡面有室友空間 打拼的話 打拼的話 大家可以來參觀一下 那我們就希望都不要弄太完 所以一定要到其他人 好 然後進入了這個區域 好 那細電的話 不要幫助到這邊 那如果說需要化妝室 我們就是管理中心 裡面有化妝室 如果說不要太晚就是了 好 我們找主席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 已經看到了 各位發酷的消息 對 歡迎你們 那如果有什麼需要 我們旁邊有位保護人 那歡迎你們來 謝謝 謝謝 好偏偏 有需要跟我們講一下嗎 好 平時都不會在 呃 這樣 比較豪華的地方 生活 這樣子 所以今天來體驗 又是公共空間 我就蠻開心的感覺 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就是 呃 這個 這個 還是屬於我們設計的所有工具 真正的開放空間 是下面的地方 齁 所以這個 沙發是屬於我們私人的這個 希望你們在使用的時候 嗯 能夠 不要不反對 哦 這一點 所以你們來 我們現在是不反對 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 都要做那個 因為這一塊 是死於社區的 無榮金獎勵的土地 還是死於社區的土地 齁 所以你們今天來 我們還是拍一年 但是 嗯 希望你們在這個 使用的情形之下 把我們的東西 齁 好好保護 不要把它破壞掉 齁 啊真正我們社區的開放空間 是下面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一段才是真正的使用 那個 政府的開放空間 齁 就給大家講 瞭解一下 齁 各位來看 是不是派一個代表 有選董建植的選來看 麻煩你們來看一下沒關係 我想 可以可以可以 一個一個來看 因為 看得很好 我相信你們都會學過 麻煩 所以拿上去 來 這一塊 就是現在這一塊 就現在這一塊 隨線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 廣場是 好 啊你要練完 廣場是 頂蓋型開放空間 自願留社 且不計入有效開放空間面 對 這個自願留社是指揭 對 我們自己留 對 然後剛剛說外面那一塊是 真的 就是所謂的開放空間 你們 有沒有 什麼廣場是開放空間 你們看到的那一部分就是 一直報導說獎勵容積 獎勵容積的意思是什麼 它 讓你們走 所以這裡我們就拍攝東西 然後都蓋幾層樓給你們 OK好 那最後請問一下 就是 所謂的這一 外面那種 就是大家可以去的開放空間 跟社區自己使用的開放空間 這跟有頂蓋無頂蓋無關 對對對 開放空間 就是有沒有獎勵 OK 發露有沒有獎勵 那是不是可以麻煩你們 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前幾天有來廠灘 廠灘的時候 警衛跟我們說 這邊是可以使用的開放空間 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沒關係 我們是基於說 我們制設案 我有交代就是說 我前你們進來 我們是用友善的方式去對待你們 我告訴你們一個最簡單的 還是屬於提供給政府的開放空間 必須依照 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的規定 後項規定非常的清楚 它產權無條件登記為公設者 它必須要這樣子做 那問題這個地方 它並不是這樣 而是要去問公務局 那是公務局自己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 其實 不是 意思就是說 它政府有提供它獎勵出去了 對 那今天沒有提供獎勵 這個地方是屬於住戶的 然後當初建商是留給住戶的 這是依照公務大廈管理條例所列的開放空間 好 那這樣我們知道了 那如果是依照這個條例的話 那我們可以離開 但還是要請問你們這件事情 請教你們一下 就是因為外面你們有設一個牌子 可是那個牌子上面沒有給出 沒有明確的清楚 我知道 我們沒有怪你們 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 它本身摸摸你兩口 而且 說真的 我也知道 你們 我說真的 其實我們也是受害者 為什麼 我們去講 我們把資料拿出去 它不理我們 你知道嗎 這是政府的問題 我們是很謝謝你們把這個問題把它秀出來 但是我是認為說你們應該去給政府壓力 你怎麼可以用不一樣的待遇去對待不一樣的 現在這邊狀況我們知道了 但是說因為你們也有圖嘛 圖上面也寫得很清楚 法國也很清楚 那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在外面的那個開放空間告示台上面寫清楚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們很謝謝你 其實我們很想寫 但是問題是什麼 政府沒有證明 沒有人敢當 這一點對 這 這你講的對 這是政府的錯 政府故意製造民眾跟住戶之間的矛盾 因為這是公務人員苟且的一個心態造成的 所以外面那個告示牌是政府設立的 是你們設的嗎 還是政府設立的 外面那個告示牌是政府設立的 因為有一個點 因為政府他沒有搞清楚法 我們沒有怪你們 你們不用緊張 應該是說大園百貓沒有 對有四道豪宅嘛 然後幾道是說這邊沒有寫清楚 讓大家了解 對 因為我們已經七十花文過去 跟政府單位講過很久 但是政府是基於他的心態是什麼 鴕鳥心態 為什麼 沒有人敢負責任 沒有人敢負責任 對 所以我們是一個很嚴重的 在所有這一個社區裡面 我所知道就是我們國鼎跟東方 呼籲有這一塊叫做摸你兩口的 因為 對其他的地方 東方呼籲的話他是直接 談文給城鄉發展 城鄉發展已經證了 那個地方他是沒有獎勵的 對 我們的目的 我為什麼請他們說 你們可以進來做的意思 我們是用友善的 因為你們都是一個年輕人 你們有熱誠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 謝謝你們的方法 讓你們進來 坐在這邊這樣 我們的目的是這樣 我們不會想說 哇 怎麼樣很 態度很強硬 我感覺這不是做 做事處理的方式 好 大概是這樣 應該這樣也能夠讓政府千塊知道這種東西 好不好 謝謝 好 大概知道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還是要互相溝通 知道了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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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